从大航海时代开始,人类一直没有停止圈地活动 到现在,地球上的领土和领海基本上都瓜分完毕了 现在只有一块大陆长期以来都是无主的状态 这块大陆上就是南极洲 南极洲可是一块风水宝地 面积超过了1400万平方千米 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空间资源和淡水资源 甚至还拥有不可估量的战略价值 在大航海时代,中国落后于西方 所以失去了插旗圈地,抢占资源的好机会 西方在200多年前已经开始进行南极探险了 而当时中国,由于实力薄弱 一直都未曾踏足该宝地 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正是踏足南极 到目前,中国已经在南极洲大地建立了中国南极长城战 中国南极中山战 中国南极昆仑战和中国南极泰山战四个科考据点 1959年12月1日签订南极条约 在条约中否定了任何国家对南极洲大陆的领土要求 在该地区只能进行科学实验 禁止进行一切军事性质的活动及核爆炸和处理放射物 这份条约的有效期是50年 目前已经处于失效状态 这就意味着各国对南极大陆争夺才刚刚开始 2017年12月,中国极地考察破冰船 雪龙号搭载着第34次南极考察队 顺利到达了距离中山站42千米的陆元兵地带 这次科考行动的主要目的是要在南极建立中国第五个南极科考站 南极招的博弈关系着国家长远战略发展 如果第五个科考站建成 中国就会极深南极探索的第一方阵 而且中国已经拥有了雪龙号极地科考船 从2017年9月,中国就开始建造第二艘极地科考船 预计2018年下水,2019年交付给部队 这种种迹象都表明中国正在成为南极圈的主角 中国快速前进的脚步,让美国感到压力倍增 美国一向对南极和北极都很看重 曾经呼吁,为了避免对人类最后的净土造成污染 各国应该放慢对南北极的科考 但是美国在南极就有六座科考站 还频繁地去北极探索 所以这种抗议的喊话格外苍白无力